不只是rap 还有吉他伴奏 双人搭档演唱 甚至高中生用诗文 创作了《郭考》三部曲 美食幻化成了文字 他们都是台中郭考节 就是爱郭考的 征戒竞赛队伍 一个半月的征戒 审查出赛后 选出了15组团队 经过两周淬炼 8月5号决赛登场 台中郭考节 温柔的季节 是快乐的季节 再经过评审以热爱感 火热至少度 内容的丰富澎湃度 以及呈现技术性的 几分熟成度 三大面向 选出了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他 郭考大合唱 悠悠 他也获得 就是爱郭考 中介竞赛 冠军十万元的奖金 另外第二 第三名则分别获得 五万元跟三万元奖金 佳作组则每组可过一万元 台中郭考节 从7月17号办理到现在 我们总共的投票数 已经超过250万 第一届台中郭考节 政签竞赛部分冠军出炉 接下来的重头戏 就是等十大火锅烧烤店家 票选 谁能获得消费者青睐 登上十大宝座 TVBS新闻 梁文汉 吕正成红草人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